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客的日常之春晚魔术沙翼虎可被质疑是拖 我第一次见虎可姐和沙翼哥也是在春晚 当时刘谦老师临见魔术 是这个苹果不知道它哪里冒出来的 就是我们当拖的那些是吧 你们是拖啊 就是配合配合 我们是临时被抓去的 本来不是我们配合 然后配合的人当时不在 就是可能上厕所上干嘛去了 我当时特别紧张 因为根本没有彩排过 也不知道要干嘛 我当时以为你俩是拖 后来我看了那个教学 确实你俩应该不是 我俩在旁边坐着 然后呢 我说吗别说了 别说 他拿一杯子什么都没有 好啊我一看苹果 他肠子就在他腿上 哈哈哈哈 小分队日记之日 高汉语坦白秘密 对吴义很愧疚 我今天跟吴义坦白一个事情 啊跟我 就是因为呃前段时间 吴义给我发一条信息 然后说 吴义我发了一首新歌 啊那个帮我 发的菜发的菜 今天菜冰冰冰冰冰冰 然后说你能不能帮我 帮我拍一个舞蹈视频 我然后我到会ok没问题 我回你把歌发给我立马给你拍 然后可能刚好我那几天 刚好有点一直在录节目 然后有点搞忘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两天后了 我当时就很尴尬就没干擾 很熟 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现在发又有点晚了 我就说我忘了又有点假 然后就压根就没搭 就就不敢啊我我都 我都忘了 他也全发的 他也全发的 对我我都发了哈哈 我跟他加了微信好几年从来没说话 就给我发这条 然后再次就跟他做了 那我我其实还挺建议这个是因为确实 那是十几年了 然后就是想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你发 是真的忘了 没事没事 我明天给你排合适吗 可以我们再来个双人版的双人版 好可以可以好好你们谢谢 旅客的日常至德云社传统 师父给徒弟花钱 你最想对谁坦白的一件事情 如果非说的话 就我师父 十几岁大北京以后 差不多之后就是吃他喝他 然后他给养着 但是呢也没有说正经的 当面特别认真的说过什么 如果坦白的话 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吧 嗯 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好的鞋 好的衣服 那时候都是师父买 我那段时间老问他要钱 因为是谁 郭老说这个徒弟跟师父要钱不天经地义吗 咱就当真了 那时候他也不富裕了 他那时候也刚起步 但是也是钱包里 可能有个几百块钱 就塞了 但后来也急了 也急了 后来最后一次要的时候 第二号我记得是第二次 第二次 最后一次就是第二次要的是 干嘛呢 你说这事 说我也不富裕 因为我的钱也是你师娘给 说你问你师娘要 争取了 我就问师娘要 这突然讲了新思路是吗 然后我结婚 他钱全是他套的 这一条点 对全是他套的 然后再上次说话 就是我要感谢他 就那时候我已经不行了 你知道 我就在那哭了 然后我看他在底下也是捂着脸 后来我说您干嘛 您是哭了 他说对啊 我说那您捂脸干嘛呀 因为他旁边坐的是孙老师 然后这边是烧饼饼书 他说我怕他们瞧不起我 也可能是新疼钱 对吧 对吧 旅客的日常之长远的春晚回忆 最不想让别人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 笑声演员 笑声演员 刚说要改行 笑声演员 笑声演员 标签 我还真不知道啥意思 就是你身上 大家就是一直认为 不是 我是不知道那个什么相声演员是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我是相声演员 我以前是说相声的 真的 谢谢你 证明撕掉了 我真不知道有这事 你不是麻花的吗 怎么会相声 我就那年春晚你们演那个C小砍片 对 那是第一年 不是14年 是14年吗 14年你们上了 沈腾和玛丽14年上的 是不是 那是那会儿都特别兴奋 就觉得春晚特别 如果能上的话 就等着终审议员 然后演戏的时候也琢磨 然后制作人马驰就说 如果过了一组 我就这样 过了两组 我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在那演一演 那场演的也不太专注 一直等着老马在那边上 然后我们几人就盯着他 然后冲我们这 哎呀我这当时贼兴奋 你知道吗 没错 我这当时贼不得了